哈喽啊 又是我们熟悉的拯救者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跟拯救者有缘 做梦都在修拯救者 当然 也不排除是其他电脑太难修的缘故 拯救者这点确实可以 这一台的故障很明显 开机直接就是花瓶 这款呢 是有独显直连的 当它显卡出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明显的表现出来 它是RTX3050Ti的显卡 现在呢 是报错试上了 很熟悉的故障表现 直接关机 先来测一遍显存 像这种直接的花瓶 肯定是会有显存报错的 但是 像这种笔记本 显存报错 不一定是显存的问题 笔记本的显存是很难坏的 直接运行显存测试看看 查看一下测试结果 有一颗显存报错啊 A0 A0 这一颗显存报错 有了测试结果 那就有了头绪 直接拆开干就完了 我也就只能修修这种了 最近的电脑都有点难修啊 拆开散热器 我发现它这个显卡好像是已经被修过了 它上面还糊了一坨的导热凝胶 这个显存就是A0 就是爆出的那个显存已经是被换过的了 很明显底下可以看到下面的黑胶已经没有了 但是核心还好 核心没有动过 可以看出来这颗A0显存已经是换过的了 它批次不一样 拯救者这种花瓶啊 它真的跟显存关系不大 十台又九台都是核心的原因 幻显存的话我问了一下 它大概用了一个礼拜又花瓶了 幻显存的话真心不建议 还不如直接干核心呢 没准加焊一下都能比幻显存用的久一些 这个呢是3050Ti的显卡 核心比较小 所以呢 做BGA之前先给它考一下 是吧 最近我就跟拯救者有缘 天天干拯救者 直接架上焊台 准备把它的核心给取下来 对好位置直接加热 拆之前呢 先往芯片底下打一圈注焊剂 显存我们等一下也得重置 顺便给底下也打一点 像这种涂了一坨的导乐凝胶 哎呀 真的是 还得给它清理 挺麻烦的 它原来有上了电的话 就没必要涂这些玩意儿了 OK 温度上来之后 希球已经融化 直接取下核心 3050的核心啊 它是属于那种小核心 它的基板很薄 发力量又大 和这种2060或者是3060 这种厚厚的比起来 它就更容易虚焊一些 我们有大量的案例证明 像这种小核心 比如说拯救者1650 3050这两个系列的 它核心都容易虚焊 可能是因为板子薄 发力量大 所以呢 它也容易被黑胶顶起来 就跟AMD那样 所以呢 今天这一台 我先准备给它重植一下试试 因为它之前只换过显存 核心没有动过 先把芯片上面残留的锡 给用锡线清理干净 然后是四颗显存 也都全部取下来重植吧 因为它底下有黑胶 所以呢 刚刚咱们拆核心的时候 显存呢 是肯定爆锡了 黑胶也就这点烦了 其他的倒没什么缺点 拆显存也比较简单 别拿风枪拆就可以了 这颗A0呢 是吧 底下已经没有黑胶了 哎呀 A0其实可以不用重植 它没有黑胶就不会爆锡啊 算了 拆都拆了 四个一起重植吧 然后就是清理芯片 拖平整 摆上吸球 接下来就是蜘蛛了 吸球摆完之后 直接拿风枪焦乐 像这种显卡的话 还是推荐用无千的吸球 比较稳定一些 当然也得注意支球的温度啊 这个核心比较薄 晶体比较脆弱 温度高了它就容易裂开 它没有2060 3060那么皮厚 显存呢 也是一样 全部呢 都是用无千的吸球 用无千的话 它反锈率没那么高 但是呢 无千的加热时间要久一点 温度呢 也要高一些 如果芯片体质太差的话 就容易直接被干掉 反正这边也都清理干净了 黑胶全部去除 焊盘也都拖平整了 非常的beautiful 接下来咱们就装芯片吧 先装四个显存 吹上去之后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线 组织正常 那就可以把核心也装回去了 也装好了 接下来继续再看一看有没有短路 芯片底下那么多的脚位 一个没焊好就得从头再来 不过还好 今天运气不错 没有短路 但这种芯片如果是反复来回加热的话 就会减少它们的寿命啊 简单拼起来 看一下显示效果如何 诶 可以没有花瓶了 一次搞定 哎呀 还是得拯救者啊 现在是独显直连的模式 没有花瓶的话 那就说明焊接的没问题 如果显存或者是核心没焊好 它就直接花瓶或者是黑瓶了 OK 进系统驱动也都正常了 RTX3050Ti 运转正常